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删成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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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作为同修先开注解五百零一页 五百零一页 请看第七行 有法华家祥书九曰 监曱离离周 故称为妖 这是一段 这里给我们解释 什么是妖 就是指颜约 还有礼舟 这个约就是简要的意思 舟就是具足 也就是讲文字不多 但是所阐述的道理非常圆满 我们中国古人 无论是说话 还是写文章 都注重这一点 所谓的简明恶药 习来 隐儿不传 目之为密 这是在解释什么是密 习就是向来 释迦牟尼佛 十九年来 没有讲的 这个叫做密 法华经 法师品约 此经是诸佛密钥之杖 不可分布 望受与人 其实我们大家对佛教的发展史 了解一点点 您就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了 为什么呢 佛讲法华经是在什么阶段 最后 那佛想不想讲法华经呢 当然想讲 和法华经同一个级别的经典 就是华严经 所以佛在一开头 就已经为我们细说一部大经 大方广佛 华严经 但是华严经是哪一种人才有这个资格参与呢 上上根人 他们才行 因为我们能力不足 根性不强 所以佛不得已 先给我们办这个小学 说阿寒布 十二年 再讲方等八年 然后呢 说般若 二十二年 有了四十二年的基础 再讲法华经 这个当下我们去听 就那个听得懂 可是法华经上也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这个当中有五百比丘呢 他现场就离开了 比如说他没有听完 为什么他不把他听完整呢 听不懂 他听不懂在那边就觉得 枯燥乏味 他如果浪费时间 他就离开现场 所以啊 这部经不是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懂得的 都有这个条件 在现场 聆听佛的这个教会 古人 把大藏经 这么多的经论 做个比对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三藏经里面 只有三部经 是属于一生法 华严经 法华经 梵网经 是一生经 梵网经很可惜啊 没有完整地传到中国来 只有其中一品 是讲到这个菩萨 心地戒品 那这三部经 跟无量寿经相比呢 无量寿经 把他们这三部经呢 就比下去了 所以真正说到这个密药 原来是指哪一部经呢 是无量寿经 而无量寿经 又讲什么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了第二十四品 就懂得这个密药 是这么一桩事情 接着下面是 面脑所讲的 有密宗称密密宗 因密法者 正是诸佛密药之障 不轻视人者也 高级的佛法 称为密障 这个密障呢 是佛在最后一定要说的 其实我们修学佛法 要不要学密宗呢 一定要修 不学密宗 您不能够圆满成佛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 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学密宗呢 我们现在 具不具足这个条件 都不行 所以当年呢 师父上人跟随张教大师 三年 他有没有给师父传密法呢 没有传 为什么不传 张教大师很清楚 条件不够 不是那个根性的 传给他 他也接受不了 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 他晓得怎么样去 爱护这个学生 那么这个密法 所谓的密 并不是不可告人的 那个秘密 不是那个意思 是因为那个道理 太深邃了 下面再讲 净极乐菩萨 善谈诸法 密要 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呢 也具足这个能力 对这个诸法的密要 全都能够 畅所欲言 这个诸法密要 它就是指的 信愿持民 往生净土 不退以成佛 其实这个法门呢 很多人 他听到之后呢 不愿意学 为什么不愿意学呢 他觉得这个太简单的 太容易了 他认为 那个太简单 太容易的东西啊 不一定是最高级的 他就喜欢找什么呢 那个很复杂的 他喜欢学这一种 他就不明白了 那个越复杂的 未必是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佛法呢 反而是最简单的 就连古人也讲嘛 大道至简 最顶端的佛法 原来就是这句名号 谁可以修呢 每个人都可以修 所以我们看了 净土圣贤路 就明白了 上根 中根 下根 人人都有份 那就看我们 对这个法门 是不是完全相信 是不是真正能够理解 是不是真的发愿去学 去造作 同时呢 还想去西方净土 念这句佛号 功德不可思议啊 就举个例子吧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就提到了 至心念一句 阿弥陀佛 能够消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想必大家今天早上做了早课了 早课之外的善课 你有在念佛 那念这么多的佛号 就可以帮助我们大家 消除无量无边的树杖 几多世纪的菩萨呢 人人呢 都有这一个本事 为大家宣讲这一个诸法必要 不光是这样子 后面还有一句话 来 善能开眼 诸佛一切 显密 甚深密谣 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那就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念好 什么叫念好呢 就是念这句佛号 把我们心中的一切杂念妄想 全都念 没了 没有执着分别起心动念 那这个时候 对于佛的显密之法 全都通达 一旦通达 这个当下 你就可以真正做到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那现在就看我们大家念佛 专不专心的 人呢 一定要老实 什么样人才会有大成就呢 我们总结他们的经验 不外乎六个字 也就是老实 听话 正干 那个耍聪明的人 到最后一事无常 那个老实芭蕉的人呢 到最后坐着走 站着走 锐向西涌 你有没有想好以后 走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 还没想好是不是 那就好好念佛 念到随到渠成呢 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 行到 经行也 行到诵经 乃天台 常行之三昧 这个行到呢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散步 那 在念佛堂呢 我们讲 叫绕佛 绕佛可以绕圆圈 或者是呢 直直走 来回这样走 都行 天台中呢 常常用这个方式啊 来修清净性 的的确确 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 并不需要使用太多方法 一般来讲就是 读经 听经 念佛 拜佛 所以这个经典 每天都要保持 读诵 听讲 不间断 同时呢 我们这个佛号 念得越多越好 如果您的身体允许的话呢 拜佛 越长 越好 不能说今天热 你就不愿意拜啊 大家早上也没拜佛 笑得这么开心 肯定没拜 是不是 或者拜的呢 没有达到三百 不能说今天三四五度 您就觉得 哎呀 这才动一动 就大汗淋漓的 就不愿意拜了 冰天雪地要拜佛 酷热的天气 也要拜佛啊 礼佛一拜 真福量 念佛一生 灭罪和沙 这个和是指的 恒和 恒和沙 一生佛号就能够小那么多 所以我们希望自己 年老的时候不生病 死的时候不痛苦 欲知失之 那就怎么样呢 平常就要多下功夫 反过来 我们先来偷懒懈怠 那到了晚年呢 病痛 一个就一个 苦不堪言 死的时候呢 非常凄惨 到那个时候啊 就后悔了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不好好用功 所以呢 一定要趁现在 身强体健的时候 加倍努力才是 后面再解释 这个忠庆 忠 这里经文呢 讲 欲如忠生 忠的梵语呢 叫做 见垂 它是 佛门 明吉的法器 一般来讲 要击重的时候 都要 敲骨 或者是 敲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三十七年法会 开始之前 有一位悦众 他叫先呢 雷骨 雷骨三通 就是告诉 阳上的众生 跟无形众生 我们现在法会 马上就开始了 请大家赶快 进到电话堂 这个是 急重的一个讯号 明宗 乃急重之耗命 有明宗 有圣功德 争以阿寒云 若打宗时 一切恶道诸苦 并得停止 原来 这个 明宗 有这么大的好处 在 曾亿阿寒 里面就提到了 如果我们 按照这个规矩 很认真的 撞这个钟 它就产生 什么效果呢 能够使 恶道里面的众生 他的痛苦 可以消除 我们这个道场 是因为买的时候 它是一个教堂的结构 所以我们这里 就没有 供奉这个钟楼 不过大家如果去 比较大的规模的 这个寺院 你就会发现 它肯定会有一个钟楼 有没有 就是看过 那个钟很大的 而且撞这个钟 还不止一个法师 因为他那个很长 要撞他的那个杆 很长 可能要两个人 甚至于四个人 来推动他 那幽门界的众生 听到这个众生 他就能够去除 自己的业障 有佛祖统计 第六卷讲 人命将终 闻终庆生 争其正念 所以我们如果发心了 帮人家助念 那您最好就带一个法器 什么法器呢 就带一个隐亲 所以在古代 一般为人家助念 都会带一个小小的隐亲 还有时候带一个沐浴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只要带一个隐亲 带领大家 很整齐地念佛 回向给这一个要往生的人 这个功德很好 语如终生者 这个是比喻说法的人 他生如红中 中正红广 持续远闻 读了《无量寿经》 我们就知道 当时在《齐都觉三》 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听众 有两万人 你就可以想象 两万人坐在现场 那个范围大不大的 很广 可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的麦克风 也没有这些喇叭 他就能够做到 不用很大的音量 而使所有现场 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让我们后人 非常的 佩服 你看我们这个讲堂 如果没有安装这个麦克风 那法师上课累不累 很累 顶多吧 大概前面三排 大家还听得比较清楚 后面几排就听得不太清楚了 那佛的声音呢 就能够达到 语如终生一样 它还有作用 振省长叶 警觉昏迫 隐生善心 停息诸苦 隐生功德 病如终也 当我们听到这些 忠庆声 能够让我们内心 起到警觉的作用 并且呢 我们内心还会产生一个善心 同时 消除我们大家的痛苦 所以诸位同修 宁可不要小看 而自己敲这个引擎 敲这个钟声 它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有钟 身著有 真言 种子之 大胜 经济 在古代啊 因为它那个钟 是很大个的 所以有人就发心呢 把这个 金刚经 弥陀经 甚至还把 华严经 法华经 都刻在这个钟上面 当它一撞这个钟的时候 声音一发出来 等于说 就让众生呢 可以听到 金刚经 弥陀经 法华经 那这个功德就很大 那我们现在这个道场 如果有同学要发心 做这么大的一个钟 那你这个钟上面 可以注什么样的经文呢 无量寿静 一撞 那个声音呢 就是可以把无量寿静 全部都发出来 这里有解释啊 这个种子字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下册 662页 参考资料下册 662页 大家找种子字 662 有看到吗 好 每佛部圣尊 不论其为部尊 亦或明王 都有种子字 以及标志 这个种子字 是生起一位 圣尊的种子 因为它是用梵文字母 来表示的 所以称它为呢 种子字 好 我们把这个参考资料收起来 接着看诸节 502页 第三号 明中一生 即如转送终身所据 一切显密经法 如果这个道场 它是显手中的 那他们一般呢 这个大宗上面呢 注的经文是 华严经 其实我们也很难想象呢 华严经那么大的分量 80卷 它怎么把那个经文呢 把它弄上去的 是不是 它不光是外面呢 全部都是经文 它里面呢 也是经文 外面还比较好弄 里面怎么弄的 从这里 你就可以想象到 古人有没有智慧 很高的智慧 那如果是天台宗呢 他们一般 注的就是法华镜 而密宗道场呢 他们这个宗上面都是 密宗 宗人 一遇说法人 一生中 皆遇 无量 妙 一也 这个意思就非常广了 用这个来比喻 讲经 说法的人 那么他 终一敲 能够发出 无量 义 说法的人 他要把这个经义 真正 说的 让每一个人都得到真实利益 首先他自己本身 心要清静 心要平等 他对于 财色名利 通通都能够放得下 他一点染足都没有 如果他是修尽忠的呢 他一天到晚 除了阿弥陀之外 就没有别的念头 所以当他一上台的时候 他能够把这个经典里面的奥义 可以用最前线的语言文字 跟大家表述出来 所以我们看佛菩萨奖金 看祖师大德奖金 都能够使现场的听众 得到真实利益 那后世的我们呢 在看到古人 所写下来的这些经典 开示 也不得不佩服佛菩萨 还有这些古大的智慧 这是第34月 下面我们再看第17章 35月 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究竟必知一生补出 下面解释 右章中 就是刚才这段经文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究竟必知一生补出 这一院很重要 为什么 这就告诉我们大家 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您得到什么利益 说得那么清楚 究竟必知一生补出 常说嘛 后补佛 所以我们生到极乐国土呢 原来以后 通通都能够正得 佛国位 下面再做个解释 一生补出者 以一转生补佛出 如今都率内院中之弥勒大师 一生即补佛位 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玄节当中 在讲这个大景 这个玄节当中呢 先后有一千尊佛映化 释迦牟的佛是第四尊 后面第五尊呢 就是弥勒佛 那弥勒佛 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呢 兜率天内院 所以再过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之后 他老人家就从兜率天内院 来到我们人间 到那个时候呢 他就要成为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 第五尊佛 时间长不长 很久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 一个什么消息 有人说 他是弥勒佛 他已经来到了人间 他现在要展开弘法的工作 您听了他这个说话 要不要 要不要相信他这个话呢 千万不能够相信 为什么 这是冒牌的 明明要过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那怎么他就突然这么早就下来了 他一定要到 兜率天的寿命到了 四千岁嘛 到了之后 他才会下来 所以现在人呢 他那个胆子也挺大的 敢冒充阿罗汉 冒充辩子佛 冒充菩萨 也冒充佛 他冒充这些圣人 骗取信徒的钱财 信任 将来纵然能够享福 一段时间 可是他以后的果报是什么 死了 直接就下五件地狱 所以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 修学佛法 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四一法 四一法里面有一个就是 依法不依人 他讲这个话 我们一定要想想 他有没有这个经典作为依据 如果他所说的跟经典不相应 那他讲的 我们就不相信 所以经上就有 弥勒菩萨下生经 你看到这一部经 就知道弥勒菩萨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很清楚了 现在人呢 虽然也学佛 他就是不读经 他也不听经 别人说什么呢 他就以为 那个人讲的都是对的 都是真的 结果呢 被那个人给误导了 很可惜 即法华所说 于有一生债 当得一切知 是名一生补促 于是没有得到一生补促 他还有一生债 予有一生 他只有一生了 这一生呢 他一定能够得一切知 这个得一切知啊 就是说他成佛 他得到了一切总知 我们升到极乐世界 通通都能够在一生当中 得到一切总知 想想我们在这个说佛世界 有没有这个能力 得到一切总知呢 得不到 不要说一切总知得不到 连这个一切知 我们都没有这个办法 所以升到极乐世界啊 才行 又如慧苏约 一生补促者 是等觉位 这个说法呢 跟法华经上所讲的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一生补促呢 就是指的等觉菩萨 上有一生无名 括弧里面讲 具足 就是把它说得完整一点 名称呢 应该叫做 一分生相无名 那他这个一分生相无名呢 未破 还没有消除 所以叫做一生 这是指他的无名的习气 所以讲一生 升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很多都是法僧大士 为什么称他为法僧大士呢 他还有最后那些无名的习气 未断尽 到等觉菩萨 还有那么最后一瓶 那一点点习气未破 就导致他不能够回归长济光 必须要把这个无名习气 也要清干净了 他才能够成为妙觉如来 瓷品无名 其力最大 这个瓷品无名 是指的无名的习气 它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 什么作用呢 就像惠灵大师说下的 能生万法 所以能生万法就是无事无名的习气 起作用的 为此后心 修行到最后的层次 以金刚之破之 即补妙觉之位 故曰补出 那这个无名的习气 怎么把它化解呢 一定要靠这个金刚之 这个金刚是比喻 比喻我们这个智慧 能够破除一切鱼翅 因为这个无名就是鱼翅嘛 怎么样让我们智慧起现行呢 那就一定要修禅定 如何让自己的心定下来呢 就一定要认真持戒 所以佛家常说 因戒得定 因定呢 就开会 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 延迟戒律呢 而且一条戒都不漏掉 练阿弥陀佛 那我们又用什么方法修禅定呢 还是练阿弥陀佛 您只要在这个上面呢 下的功夫时间久了 自然然 这个六根呢 它就往内收射回来 我们之所以还体会不到 金上所讲这个话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念佛的定功还不够 时间不够久 松松散散的 没有产生力量 所以一定要呢 加强 接着是念老所说的 若以密教 一则 一则 一时之理 按照密宗的说法呢 这个一啊 就是一时之理 念老真的很慈悲啊 他给我们呢 把这个 名相 解释得 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一啊 就是一时之理 那什么又叫一时呢 现在我们再看参考资料 上册 474页 参考资料上册 474页 大家找一时 四百七十四 有看到吗 好 这个一时呢 就是真如 一是真如 是本性 后面再做个解释 一平等之一 明平等之十项 曰一时 说到平等 那他就没有这个分别了 只要这个分别的 念头一起 他就不是一时 不是一时是什么呢 就是虚妄 所以大圣经里面呢 有两句话讲得很好 所谓的 开口变错 动念机关 那么这个一呢 它是代表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真心 代表整个宇宙万有的本体 在这个道家呢 他们说这个道 那个道啊 就是佛家所讲的一 道家怎么讲呢 道 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佛家讲 一时就是自信 就是呢 平等实相 谁掌握了一时 那整个宇宙的真相 他就完全民调了 接着在这个三藏法术 第四卷说 一时地 为一时向中道之理也 无有虚妄 无有颠倒 明一时地 这个时地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理 真实 中道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边不知足 曾经有人呢 就请教文殊菩萨 什么是中道 他这个话一落 话音一落 文殊菩萨呢 并没有回答他 旁边还有很多人呢 旁边还有很多人呢 那就在旁边呢 有人看到文殊菩萨 这么一个视线 他就一下子明白了 中道的 真理 中道可不可以说得出来呢 说不出来 那说不出来 怎么才能够明白呢 常言说到 只可意会 不可呢 言传 所以啊 佛经上所讲的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这个叫做呢 不可思不可以 我们凡夫 犯了个什么毛病呢 很想思 很想意 很想去思考 很想去议论 那这个就不是中道 这个中道之理啊 无有虚妄 无有颠倒 名义实地也 凡是我们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的 全都是假的 这个都叫呢 着相 哪一天我们不着相呢 您就慢慢地 体会到佛法的妙地 所以修学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把我们内在的 分别执着妄想呢 统统都打掉 一旦全都放下 宇宙的真相 你就豁然大悟 大悟之后 这个人开心不开心呢 您怎么知道 他如果还有一个开心的念头 他不就又动念了呢 是不是 这个禁忌啊 说句老实话 是 必须要靠我们自己 去到一定相当程度的时候 您就足不足够体会到 现在呢 我们 稍稍懂一点点 对我们放下烦恼 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那我们做不到 高深的这个层次 至少 这个佛号呢 我们每天要保持下去 真的念久了 你就足不足不体会到 修清静心 平等心的 那一个真实受用 到最后呢 一时定 您就了解到 它原来是这么一种状态 到那个时候啊 同样都欺辱到经济人了 互相大家 彼此看一下 心灵神会 好 我们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接着看诸解 502页 最后一号 于密宗出地菩萨之位 先得敬菩提心 自此一时 出生无量之三昧众池门 见次增长 至于第十地 后面的念老 为了帮助我们体会 他稍微说了一下 以上之初地 至十地 乃密十地 不同于显教之十地 因为这里所引用的 讲法呢 都是按照密宗 他们的说法 显教有说十地 那密教呢 也有说到这个十地 现在我们继续看 参考资料下册 六百六十六页 参考资料下册 六百六十六页 大家看这个 敬菩提心地 有看到吗 好 它是初地的 一个别称 义名 那这个初地呢 是密宗的说法 跟华言法华 所讲的不一样 它是 为真言行者 初心之谓次 这个真言呢 就是指的密宗 密宗的修行人 初心的谓次 就叫做 敬菩提心 三具意之菩提心 为因配于此地 密宗记的末后啊 有讲 三具为大日经 或是所说 第一句 菩提心为因 的的确确 学到 就是希望自己呢 能够达到菩提 我们的心呢 达到菩提 那就不是凡夫了 菩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觉悟的意思 绝而不明 第二句呢 是大悲为根 这个是行 从菩提心 产生大慈大悲的心 诸位同修 我们的心 够不够慈悲啊 其实 还算是蛮慈悲的了 只是还比不上呢 法身菩萨 大慈大悲 什么叫大 那个大不是大小的大 它是指什么呢 没有界限 所谓的 无缘大慈 同体 大悲 这个才是 法身菩萨 他们所有的 大慈大悲 第三句 方便为究竟 这个是果了 有因 有缘 有果 它这个地方说的是 因 行 果 此三者 设一切 大小 显密 之 诸中也 的的确确呢 佛家所讲的方便呢 都是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佛家所讲的方便呢 是指的 善巧方便 这个善巧方便呢 是说 要把智慧 落实在种种的事项上 如果只有学没有去做 那是自己入不了这一个 进阶 关于这个 敬菩提心呢 参考资料里面 也有提到 真言行者 出入出地 见法明道 得 无盖障三昧 名曰 敬菩提心 见法 是六根 接触到外面 六层进阶 他能够明道 就证明呢 他不再迷惑了 哪一天呢 我们也能够 见法的时候 明道 您就达到什么功夫呢 就是中文所讲的 明星见星 大色大物 所以 学道之人 一定要开自己的智慧 没有智慧 我们修行呢 很容易误入歧途 现在学佛人不少 但是最后真正有大成就人 不多 原因很多了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没有好的同参道友 自己本身呢 烦恼很重 就像这里所讲的 无盖杖三昧 这个盖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经上讲嘛 五盖 哪五盖呢 贪 撑 吃 慢 衣 这五种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自己 这些烦恼啊 全都转过来 最起码 要把见识烦恼呢 要放下 您把这个放下 就挣到阿罗汉库 我们今天还没有 把见识烦恼放下 就证明我们这个盖呀 非常的深重 连这个见识都没放下 沉沙无名 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路啊 还是很漫长 每天都不可以松懈 每天呢 都不能够中断 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 总池门 总池门 就是总池之法门 总有法义咒人四种 然密教所称者 别就第三之咒 总池而言 总池啊 就是咒 在大圣教里面 总池门有四个意思 法义咒人 法是教法 就是经典 义呢 从理上讲 法通 理解通 所以我们学习经教 不必学太多 你学多少呢 一部经 一部经通了 那一切经呢 全都通 所以这个义没有障碍 法呢 也没有障碍 这个咒啊 是世尊的密说 为什么佛讲经的时候 他也会偶尔 说一下这个咒语呢 因为在现场的听众啊 不光是有人 还有谁呢 还有其他道的众生 这些鬼神 他们也来了 那佛呢 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说这个咒语 给他们听 那这些众生一听呢 就特别欢喜 感觉到很亲切 所以真正明了 这个经咒啊 你要懂得了 咒是显教的密说 经教呢 是密咒的显说 因为密是以咒为主 所以啊 密教总体 也称为总尺门 这个密实地 在佛学大词典里面 讲的是真言实地 也就是密实地 它是明术 两部大经 也就是胎藏界的大日经 跟金刚界的金刚顶经 这两部大经呢 不说实地 唯大日经说第八 第十二地 金刚顶经说粗地 十第十地之二地 故准于华言 人亡等之说 而是其名字也 这个金刚经呢 它只讲粗地十地 大日经呢 只说八地十二地 所以古大德 他们用华言经 人亡经上的十地呢 来做解释 然其一于显教义 以十地为十六大菩萨之位 这个是密宗 曰其见修之位 而言十六生就尽也 底下括弧讲 真言行者成就 十六大菩萨之十六三昧 以正圆满之大绝也 他修这个十六三昧 最后怎么样呢 也能够达到成佛的 这一个地步 故极生一云 欢喜地则非显教 所言出地 是极自家佛圣之出地 中间还有省略 然是上界别教之名 而明超 大日经云 十地此生满足 尊圣于且云 深正十地 诸如实际事也 这个十地的解释 还是用显教 天台家讲这个 藏通别源 用别教里面这个 说法的意思 大日经上面讲呢 十地此生满足 在尊圣于且里面说 深正十地 助于实际 这个助于实际啊 就是明行见性 我们这么一比较之后 你就发现了 他说的不详细 但是呢 跟显教对比啊 可以说 全都是呢 明行见性的菩萨 那《黄恩经》里面 有四十一个阶级 他没有说的 那么样的详细 他只是讲了十地 十六菩萨 十六三妹 在参考资料里面 也有解释 第十一地 这个我们在显教的经典 看到 但是呢 你看底下的说法 就懂得 他们说法还是 不一样 十地讲到 大智灌顶地 称佛地也 第十一地 相当于显教讲的 妙诀果位 大尔经义事 十三约 大智灌顶地则 即是如来 第十一地也 由住第十一地 如大智灌顶 乃能做如来事 那么按照密宗的说法 他的这个第十一地呢 就是显教的 妙诀果位 可是在我们显教来说 十一地是谁 还是等觉菩萨 他还不是佛 那到第十二地 还是妙诀果位 所以各宗各派呢 对同样的这个说法 解读还是有所不同的 更有第十一地 即佛地 密教的第十一地呢 是佛地 这前面呢 那就是菩萨地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看注解 503页第二行 503页第二行 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难懂 不过没关系 听一下也有好处 因为这个佛法嘛 它不但有显教 还有密教 所以呢 练脑他很慈悲 他收集这个注解的资料啊 不但有显教的经论 还包括呢 密宗的这些点击 我们相信呢 那个学密法的同修 他听到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他听得很开心 为什么呢 他天天都在学那些相关的内容 所以他听就懂 那我们比较少接触嘛 所以听起来感觉到 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呢 听一听还是对我们 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呢 会有帮助的 好 这里说到嘛 更有第十一地 那就是佛地 以一转身补佛处 是名 一生补佛 这个是密宗所说的 总而言之啊 无论是显教还是密教 都是指的菩萨最后地 在这个基础上 他一转身 菩萨呢 他就成佛了 所以叫他做 一生补佛 说实在的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们要做到 一生补出 比在别的佛萨 就容易得很多 在别的佛萨 想要达到一生补出 他要修 很长很长时间 最起码要多久呢 在环境上讲了吗 三大阿生七节 而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 在极乐世界 顶多三节四节五节 就成功了 如大书六约 今此经中 言一生者 为从仪而生也 这一个解释啊 就很深了 那这里呢 还是引用 密宗的大日经 这个此经呢 就是指的大日经 宗呢 就是说的宗旨 一呢 就是真如 就是自信 这个一生啊 是从仪而生的 初得静菩提心时 从一时之地 发生无量无边 三昧众持门 如是一地中 次地增长 当之一而 气质第十地 满足 未知 第十一地 二十 从一时境界 具足发生 一切庄严 唯少如来一味 未得正知 更有一转法性生 即补佛处 顾名一生补处 这个是密宗的解释 我们把这个显教啊 合起来看 就明了 这一部经上 所说的内容 非常的圆满 怎么说呢 既有显教的 也有密教的 既有中门 也有教下 既有大圣的 也有小圣 所以您想要学习佛法 学这部无量寿经 足够 如果您还是 很想别的经论 也想学习 怎么办呢 前提是什么 先把这部无量寿经 参透 全都贯通了 您再去读呢 其他的经论 没问题 接着呢 再引用啊 谭文大师的说法 有谭文大师 更为极乐菩萨 或可不从一地 至一地 而顿登补出 谭文大师 是中国南北朝时代的 这个南北朝呢 是公元420年 到589年 将近169年的时间 他老人家出生在这个时代 他对于晋宗的弘扬啊 贡献非常大 很可惜哦 这样的一位高僧 就没有被推选为 我们晋宗的祖师之一 其实他够不够资格 担当 祖师这个爵位 可以的 那么他老人家就说啊 这个极乐世界 跟其他的世界不一样 菩萨呢 不需要一地到一地 逐步逐步地向上提升 他可以做到什么呢 顿登补出 也就是说 他可以顿登 打个比方哦 就好像我们要上一栋大楼 你要到这个楼顶 请问 您到这个楼顶 用什么方法上去 一般都是坐电梯嘛 对不对 走到一楼 找到那个电梯 开门 然后按那个最高的 那一层的数字 再关门 就开上去 那还有一个方法 是怎么上去呢 不坐电梯 他要走楼梯 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这样子慢慢地走上去 你想不想试一下 等你走到楼顶 你会怎么样呢 累得够呛 都达到了最高点 可是坐电梯的人 他就怎么样 省时间 省精力 所以我们看到华上会上 这么多的菩萨 都被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所影响 大家怎么样呢 全都发心了 从华上世界 转到极乐世界去 因为在华上世界 菩萨它是一地 从一地到一地 逐步 逐步地向上提高 他那个就很辛苦 拖了时间很久 而我们到达 这个世界呢 居然一升到那边 灵就是什么地位 圆教八地菩萨 圆教八地菩萨 再上去就是九地 十地 十一地 十二地 就是佛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华上会上 这么多的菩萨 都愿意 到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 我们在推想 那其他的菩萨 有没有别的 这些大菩萨 也愿意 到极乐世界 去参学呢 也有 他们只要有一个菩萨 知道极乐世界 这样一个特殊现象 他肯定会回去嘛 跟其他菩萨说 还有一个地方 修行更快成佛呢 就是西方进度 你看这些大菩萨 都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还在 图巴赖着不走 就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对极乐世界 没搞清楚啊 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 也没有看明白 这么苦的一个地方 我们还不愿意离开 这就证明我们的智慧 不够啊 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天天读经 要天天听经的原因 把这个理事搞清楚了 你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 愿意求生进度 后面再说 按此经 这是唐人大师推向 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可以做到 不从一地到一地 言十地皆次者 这是说十地的阶级次序 是世家如来 与言福提 一应化道尔 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众生呢 在智慧福德方面呢 不如西方进度 所以我们修行呢 必须要呢 一个阶次 一个阶次地向上提高 他方进度 何必如此 你看这个话 讲了这么样的肯定呢 他方就是指的 极乐世界 他们就不像我们这样子了 这一段的总结的话 说得太棒了 这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那么多的菩萨 都愿意求生极乐世界的原因 那边的大众怎么样呢 你看这里讲了吗 每一个菩萨都做到了 圆解 圆修 个个呢 都达到了一地 一切地 所以生到那边呢 没有菩萨会退转的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学佛 念佛 容易退转呢 很容易退转 不要说 您 等一下下了课 回到家里面 自己修 容易退转 就算您住在我们这个道场里面 如果自己不用功 会不会退转呢 还是会 但是我们 有没有觉察到自己会退转呢 哪一天您发现了自己会退转 您就没有再退转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退转呢 不晓得自己退转 而且一退 退到什么状态呢 退得一塌糊涂 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啊 看到我们这个样子都怎么 都摇头啊 但是真正善知识 愿不愿意说我们有退转呢 他不会说 他不愿意说 可能有时候他也怎么 他也不敢说 他如果说 你退步了 我不是什么反应呢 有吗 哪里 你在说理吧 你看我们 这个反应就怎么样呢 不认错 善知识也反应很快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刚说错了 不好意思 请原谅 那从此以后 善知识还敢不敢说 我们的缺点呢 不说了 在现在末法时期啊 遇到善知识难 能够接受善知识的教诲 更难 所以现在众生 说句老实话 我们讲真心话 现在众生是 浮薄 掌声 什么叫浮薄呢 听不进去别人的真心话 掌声就是说 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 重人听了 也懂了 但是还是做不到 听不进去呀 所谓的 从这个耳朵进去呢 另外一个耳朵怎么样呢 就出来了 更甚至于还有人怎么样呢 这个耳朵进去 又从这边又出来了 都不经过另外一个耳朵 哎呀 所以现在这个 善知识教我们的 难度太大太大 下面再讲 乱师之说 身险极乐菩萨 圆解 圆秀 因为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每一个菩萨呢 他对一切法都能够做到 圆容贯通 人家修行 跪在砖椅 没有夹杂的 后面总结了 故生彼国者皆不退转 所以在极乐国土啊 没有一个菩萨会退步的 那既然没有退步 他当然只有进步 每一个菩萨是顿超皆次 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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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正得 等觉菩萨的地位 身险彼陀 大愿 妙得 难思 的的确确 阿弥陀佛 对我们大家的恩德 有多大呢 我们这一个注解 在许多方面 都有给我们指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 有同修发心 把这个注解呢 再翻成别的国家的文字 不光是中文 懂中文人可以 可以看得懂 我们也希望别的国家 这些众生呢 也能够看得懂 练脑的这一个基础 不过说句实在话 要把这个中文的注解 翻成别的国家的文字 能不能够达到 百分之百的翻成 中文那个意思出来呢 大家有没有做过 翻译的工作 有啊 您觉得您翻译的作品 如何呢 是不是 有时候 字面的意思有翻出来 但是那个字里面的意思 不一定能够翻得出来 所谓的 所谓的意在眼外 不开悟 不正果 那个难度真的是很大 再看底下 第36院 教化随意院 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 批洪世凯 教化一切友情 揭发信心 修菩提恨 行 普贤道 随身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族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若不耳者 不取正觉 这一愿呢 经文比较长 但是也蛮重要的 尤其是 这个经文呢 从除其本愿 一直到 行 普贤道 特别重要 重要在哪里呢 信心 讲经教学 第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建立信心 然后呢 再劝导这个人 发心修 菩提恨 第三呢 希望他能够修 普贤道 底下给我们解释 这个 如上院所明 生彼国者 安居乐国 西登不畏 成等正觉 所以我们到达 极乐世界啊 通通都能够在 一生当中呢 圆满作福 因此我们大家 到极乐世界 去做什么 成佛的 那你成佛之后呢 还要到他方世界 帮助一切 还没有成佛的众生 也赶快念佛 升到极乐世界 快快成佛 所以诸佛同修 我们这个念佛 要不要加紧呢 我们这个肩膀上的 担子很重呢 茫茫宇宙 那么多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都等着我们要去 教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听到这个话呢 我们呢 就不敢懈怠了 不敢偷懒了 但菩萨成佛 各有愿力 这个也是经上 我们所看到 像地藏菩萨 他老人家发了什么愿呢 众生没有成佛 他就事不成佛 大家看过地藏金吧 而且大家 从经文当中就了解到 当释迦牟的佛 在介绍地藏菩萨的时候 一切诸佛呢 都来参加这个法会 可以说 这个现象 别的经典没有看到的 包括哪一部经呢 无量寿经 是不是 无量寿经就没讲到 一切诸佛都来了 但是地藏金呢 就说到 其他佛呢 通通都来参加这个圣会 为什么 因为其他佛都是 接受地藏菩萨的教会 而成就的 如愿披红是铠甲 反入 慧图 普利群生 教化有情 则成 弥陀愿力加持 教化随意 无不圆满 是为本愿之力 这里这个背啊 跟那个提手旁 那个披 披衣服 那个披呢 相通 就是要把这个铠甲呢 披在身上 这个四红寿愿呢 大家都知道 众生无边寿愿多 烦恼无尽寿愿段 法门无量寿愿学 佛道无尚寿愿成 这四个大愿是总愿 那要把它细说的话 每一个佛菩萨就不一样了 像释迦牟的佛呢 就发了48大愿 那要是如来 发了多少个愿呢 12大愿 诸位同修 您发了多少愿呢 有没有发 应该要发 要发什么愿呢 最起码要发一个 赶快成就念佛三昧 升到极乐世界嘛 升到极乐世界之后呢 在道价慈航 回到我们这个会徒 帮助与您有缘的大众 也赶快啊 成就念佛三昧 升到极乐国土 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 其实他们都挺忙的 忙什么呢 亲近诸佛 成就他的智慧 同时呢 还要天天化身出去 度化跟他有缘的众生 那至于度哪些众生 完全就看缘分 这里经文出现了四个字 我们不能够留意 不能够疏忽 一定要留意 就是教化随意 教化众生一定要做到随意 谁 谁的意思呢 不是我的意思 是大众的意思 所以愣言经上讲啊 谁众生心应所之量 他想听什么经 你就给他讲什么经 他想闻什么法 你就给他说什么法 他想要看什么样的身相 你就献个什么样的身相 满足他的要求 有凯者凯甲 古时战时 对敌作战时 所批服之物 这是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用以遮卫身体 防卫史时等 这个史啊 就是以前古时候用那个剑 射的剑 那现在呢 大家一般呢 不穿了一个很笨重的 这个盔甲 现在大家呢 也有戴这个盔上战场 这是士兵嘛 还有呢 他这个身上穿的是防弹背心 还有这个类似的 像这个坦克 装甲车 都是属于这一个铠甲之类 菩萨入生死 想魔君 这个生死就是指的六道轮回 人家是哦 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想什么时候走呢 随时可以离开 降伏魔君 大家没注意到 这个魔的后面 用的是那个菌 菌就代表什么 种类很多 数量很庞大 经常讲这个魔呢 类别有四大类 所以我们不能够 太这个大意 这个魔的干扰 这魔的干扰 有外面的干扰 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 所以佛法常说 降伏自己的魔愿 最主要是把内在的 这个魔愿呢 扶住 那外面呢 就很容易驾驭它 则以自知 红身士愿为铠甲 这个铠甲是比喻 这些菩萨们 有大愿心 来帮助六道里面的苦难众生 因红士之心 兼于铁石 看看人家的道心 看看人家 四红士愿的心呢 好像是铁石一样 那么坚固 可以此心 出入生死之阵 本来人家已经到达了 十报土 一生法界 他还要怎么样呢 回到这个六道里面 尤其是到这个三恶道 去度众生 大家就没想过 度三恶道的众生 难不难呢 非常难 我们换个说法 现在我们不是在 图抹这个地方吗 是不是 假如哪一天 把您送到一个 非常落后 有战争 有饥荒 有瘟疫的地方 把您派到那 去红法 您愿不愿意 我们说个例子 很早以前 听到这个消息 是二十多年前听到的 曾经有一个法师 他到非洲 去红法 因为他们这个道场 是法师轮流 就派到这个 各地的道场 他这一段时间 就到非洲去 他就过去了 结果有一天 他在一个加油站 要给汽车加油 刚刚 把这个油 加满了 结果就突然出现 几个 劫匪 拿着枪 威胁他 要把这个车钥匙 交给他 那个法师一看了 人家手上有枪 就把这个车钥匙 就给他了 那些劫匪 他看了这个法师 穿了这个长衫 没看过 很好奇 然后就跟他 比手画脚 你把这个衣服脱下来 要把这个长衫 脱下来给他 一看他这个里面呢 穿的那个短褂 也没有见过 这是东方人的衣服吗 然后又要这个法师呢 把这个短褂也给脱掉 所以 到后来这个法师 你看到他就是 最后 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之下 弘法的工作 依旧是不能够怎么样 中断的 那佛所去的地方 比在人道 更加的艰险 更加的困难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至于所教化者 守云皆发信心 该信为道远功德无也 的的确确啊 如果大家对佛法 它能够产生信心 那后边教起来 就越来越容易了 所以佛法 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破迷 破疑 生信 把这个怀疑呢 去掉 产生信心 本经 小本约 这是指的弥陀经 为诸众生 说是一切世间 男性之法 盖此 净土法门 极圆极顿 超情弥见 故为一切世间 男性之法 谁做这一桩事情呢 谁才能够把它做到 尽善尽美呢 说实在的 念佛法门也只有 诸佛如来 才能够把它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呢 它是 极圆极顿 圆就是说圆满 顿呢 就是说快速 真的 别的法门呢 跟净土法门相比啊 圆不如它圆 快呢 也不如它快 圆 生到极头世界 我们是什么身份呢 二维越之谱 快呢 多快呢 临终的时候 念一声佛号 到十声佛号 居然就可以 生到极头世界去 所以这个法门 叫做什么法门呢 男性之法 我们大家对于 念佛法门相不相信呢 你相信 如果您不相信呢 您今天不可能 走进这个讲堂 您也不可能 在这边呢 从头坐到尾 还能够坐上 一个半小时 不打瞌睡 不容易啊 其实说句老实话 纵然您进了 这个讲堂 会打瞌睡 也好 为什么 您不是在家里 打瞌睡 您是来讲堂 打瞌睡的 以前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佛堂 在念佛堂 带领大家一起念佛 看那些同修 业障比较重 常常会 一止尽的时候 开始 东摇西晃的 昏尘 后来我们就跟师父请教 怎么办呢 师父就安慰我们 没关系 他只要肯进念佛堂 就很好 他不是在别的地方睡觉 他是在念佛堂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 还能够耳朵听到佛号 不错 所以我们要知道 自己的善根 比一般人怎么样呢 还是深厚很多 当然最好呢 是听经的时候呢 不昏沉 也不打妄想 念佛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里引用 弥陀经上的话 如等众生 当性是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我们可要知道 小本阿弥陀经 跟无量寿经 是同步经典 那既然 一切诸佛 会拥护 赞叹 修学弥陀经的人 那佛菩萨 会不会 拥护赞叹 修学无量寿经的人呢 当然也会了 其实这个也包括呢 净土 五经一论 有曰 如等皆当 信寿我语 即诸佛所说 看看释迦摩的佛 都已经把话 讲到这个份上了 佛苦口婆心地 拜托我们呢 要相信 他所讲的话呢 其实他讲的话 就是谁讲的话呢 就是一切诸佛如来 讲的话 包括谁呢 下面第五尊佛 弥勒佛 他老人家以后 还是会讲 净土三经 还是会劝我们呢 念佛到极乐世界去 后面再总结了 是以极乐大势 弘化十方 贤以劝信为首也 教学 想要真正产生 最明显的效果 就一定要让大家呢 把内心里面的疑问 疑惑等等 全都消除掉 疑没有了 他才会很积极 很主动的修学佛法 里面的方法 跟理论 所以我们看到 佛菩萨很慈悲的 他们用什么方式 来帮助我们 破一身心呢 天天上课 天天讲啊 可是呢 现在众生呢 尤其是现在 二十一世纪 我们就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现象 参加法会的人很多 听经的人不多 大家说是不是 这样一个现象 大家都认为 要这个参加 超度法会 功德很大 听经 不一定功德很大 如果听经的功德不大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要天天讲进 而且他每天讲几个小时 讲八个小时 现在佛法为什么这么帅 就是在于 讲经的人才太少了 不幸的话 您在澳洲做一个调查 这么多的中国寺院 跟外国寺院 到底有哪些法师 天天在讲经 做法会倒是不少 超度亡灵吗 可以得到很多收入啊 可以增加他们的供养啊 但是一些法师 他为什么不讲经呢 他觉得讲经 没有供养 没有收入 而且讲得那么累 也没有人听 就那么几个听众 他讲不下去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 红法难了 虽然很困难 那我们要不要做 这个红法的工作呢 还是要做 甚至做到什么地步 一个听众都没有 我们要不要照讲呢 还是照讲 人不听没关系 还有谁在听呢 无情众生 他们在听呢 还有无形众生 他们也在听呢 光是我们大家 每一个人给自己 写了一个牌位 那个数量就不得了啊 他就没给自己 写个牌位啊 至少两章吧 历代祖先 是不是 你姓张 张是历代祖先 还有一个牌位 累劫冤亲在主 所以这么多的众生 都在听经文法 我们上台做报告 怎么敢疏忽 怎么敢大意 不敢讲错 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天天红到 没有间断 改三倍往生 皆发菩提心 以一项专念 经文修菩提恨 集聚发心与专念 两要义 所以这里经文呢 修菩提恨 就包括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呢 发菩提心 一个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修菩提之大恨 必由于发起 菩提之大心 且菩提恨中 实以一项专念 最为上手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 所以 菩提恨 范围呢 很广 那么小的 我们一般指呢 这个六度 或者说 十度 环境上讲 十波罗密 再把这个范围一扩大 那是无量无边的 经典里面 佛的这个交界 我们通通都要 认真的一教奉献 假如说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 涉猎 许许多多的经论 您只要怎么样呢 专学一步 不量寿经就好了 或者呢 专看念脑这个脊柱 就可以了 专听师父上人 这个波金机就行 这是戒门 那行门呢 专念一句符号 专拜一尊 阿弥陀佛 决定成功 真的别的法门呢 我们在末法时期 修学没有把握 可是在 修这个法门方面 我们死心塌地 从今天起 一直到往生那一刻 绝不放手 临到最后呢 肯定成就 现在我们是暂时 在这个地球上待着 过不了多久呢 我们通通都是 莲池海会 诸上善人 到那边当菩萨好啊 在这边当人 累不累啊 很累啊 很辛苦啊 到那边去 全都身份 大变了 都是呢 这个阿维悦知 这么高级的地位的菩萨 所以我们这个变化 非常大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 莫学物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足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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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